力拚民進黨黨魁補選的副總統賴清德 第一場政見發表會 從故鄉新北出發 受到熱情歡迎 但一談到九合一挫敗 黨員炮火沒再客氣 現場炮聲隆隆 黨員紛紛痛批 黨中央聽不見百姓聲音 就連被對手抹黑 辯護力道也嚴重不足 面對批評聲浪 賴清德喊話 不會已讀不回 布置展現重新振作的決心 賴清德坐在台前 除了仔細聆聽 也當場承諾 若當選黨魁 這些問題都會一一解決 為了深入傾聽基層新聲 賴清德的政見發表會 布置二十一號的新北廠 二十二號還要前進南投縣 二十三號則是彰化縣 二十四號則到港都高雄 一月十四號壓軸場 暫定回到賴清德本命區 臺南 預計臺灣本島十九個縣市 通通會走一輪 首場政見會在地民代 部分派系通通到齊 賴清德似乎也成了民進黨新共主 但未來接下黨魁彈子之後 該如何代理民進黨 從敗選陰霾中走出來 才是真正考驗 分別許先周凱綜合報導 閃選陑 集團